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我们很期望疫苗能够尽快面世 疫苗方面我们有什么可以报道 这样的 是不是我们特意找事情来说 又不是 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11月1日开播 其实我们已经有11月头第一个好消息 我们现在讲的 已经是连续三个星期一收到新疫苗 就是完成的消息的了 第一支就是那个Pfizer疫苗 数回两个星期前的星期一 公布了MRNA的技术 同样的MRNA的技术 为我们带来另外一个就是Moderna 上个星期一我们讲 它也公布了结果 那我疫苗也都出了 那到刚刚这个星期一 其实我上载就讲的了 出完Pfizer、Moderna等第三个 多数就是Oxford Extra的疫苗 那我上个星期又不要在12月中公布的结果 因为他们是这样讲的 那谁知道它是对这个星期一公布的结果 那我们当然再提醒了 下一支我自己估计呢 应该就到中国科兴的CORONA RATE了 就是希望是了 那你说如果突然间Novovax 杀出来呢 我就更加惊喜了 但是多数都不会这么做的 那刚刚这个星期一 就是牛津和Astra Seneca 他们合作研发的那个疫苗 就利用腺病毒作为 载体一个比较传统技术 去发展出来的疫苗 公布结果 这个结果都颇理想的 但是特意要讲的 当然除了它是第三支 连续三个星期一有好消息之外 就是它对于那个疫苗效能 我们都需要更新一下 我们给大家的那个资料先 那其实在英国的BBC 它都有个报道 就是暂时综合了几只所谓声称 自己已经完成三期 就是测试的疫苗呢 它们那个效能是怎样的 分别就是Visor Moderna 和一人间要讲的Oxford 其实还有第四支 就是俄罗斯宣布自己成功那一支 他们都说宣布完成了第三支 基本上每一支 都有能力达到九成的效能 那在我们上个星期 讲Moderna 和Visor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了 就说似乎 Moderna的效能 比起Visor 就是第一个公布的更高 因为是94.5% 大过90% 但是在上个星期 原来再看Visor最新的公布 他们再整理那些资料 就是摆明他们的资料分析还没完 就抢先公布了的 原来他们的效能都有95% 其实看到这个Moderna技术 给出一个非常之高的可靠度 这个疫苗的可靠度给到大家 如果以我们现在暂时收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 英国也好 甚至美国也好 12月中 当他们拿到这个政府方面的批准之后 他们就立刻可以分发 第一批为数不多 只有几十万支的疫苗分发出去 那多数就被第一批这些医护人员 去抢先地去用 令他们可以更加 可以安心地去撲灭这个疫情 那可以看到就是说 第一批比起重要人员 运用的疫苗 11、12月中已经看到 就不是说才去出结果 是直接将会正式去打下去 就是前线工作人员身上 那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疫苗的timeline 似乎就是可以 大家都开了绿灯 很快就已经进入那个疫情 那更加何况就是生产程序 那个产能都马上是调动起来 那可以就是有人想象就是说 就算看一些股市金融那些报道都说 分钟明年五、六月 那基本上疫情就会有相当大的进展 而现在问题就是说 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 怎样可以也都可以快些 拿到这个疫苗的意思 那这里再补充一下 刚刚这个星期一 牛津公布那个疫苗 那个信息有点混乱 那如果你看到 有些媒体公布了 就说它的效能只有70%多 但是其实你看到 这个70%多的数字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差的平均数 因为在这个牛津 他们的研究里面 就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结果 他们在尝试 因为其中用疫苗很需要考虑 就是那个剂量 怎样才是一个最理想的剂量 是不是多就好呢 原来不是的 多原来未必是最好的 除了浪费之外 就是说可能多的时候未必 反而有时候会有些反后果出来 都不奇怪 往往是一些我们不认识的原因在背后 在Oxford这个疫苗就出现了很特别的情况 在他们的研究里面 其中的两个分类 第一个的分类就是说 那些测试者就是先打半剂 再等28天后才再打一针 整剂的疫苗 另外有一组就是 它开始第一天已经打完一剂完整的 再隔28天后再打另外一剂完整的 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 其中一组就打一针半 另外一组就打两针 让你去猜 你觉得哪个会有效些 那你如果问我 我会觉得 两剂就会有效些 越多越好 结果不是 结果呢 打一剂半 开头打半剂 后来打一剂 那个组呢 有效率是90% 但是开头打一剂 隔28天又打第二剂 有效率只有62% 然后一个90% 一个62% 你把它剔回人数 除了平均 跟着的新闻报道出来 告诉你 是七成 其实不是一个好的数字 那其实更加重要的信息就是说 其实这个牛津的研究 其实也带出 他们也同时找到一种方法 是令到他们的疫苗 可以提升到 有90%的效能 那很简单的 你都想到 到了真的实行的时候 你就不要给那些人打 一加一 你给那些人打半支 然后再一支 那就可以出到 那个90%的效果 就是其实呢 都可以 就是说 牛津他们的研究里面 也都发现了 如何运用他们的疫苗 来达成一个 有九成有效率的方法 那都是一个 有实际上 临床測試结果的 一个疫苗来的 但是 你就会问 科学精神 你就会问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们都不知道 其实就很有趣 究竟人体的面移反应 为什么会出到这样呢 但是可能 更加会怀疑的就是说 那在另外一个研究组 别的62% 是不是出现了什么误差呢 还是有什么 古灵精怪的 原来会不会 只不过是实现误差呢 那这个也是 要有待去研究了 但是暂时来讲 相对一个 比较小剂量的 疫苗注射方案 达出一个 更加理想的效果呢 那也是更加 符合成本的效益 所以暂时是一个好消息 也有另一个好消息就是 牛津的疫苗 它比起先前莫德纳 和菲萨的疫苗 所需要的那个储藏温度 是更加宽松的 菲萨是需要液太淡 帮手储存去冻住 莫德纳的那个 就用干冰 就搞定了 那就是家里冰箱 普通冰格都搞定了 那现在讲的奥斯坦这个疫苗 似乎放下格都可以 就是可能我给到尽 你是普通肉类微凍格 一两度都可以 那就变成了一个 可以更加成本低 效能高 也都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所以现在看到就是 测时间已经出到菲萨、莫德纳、奥斯坦 这几家都是有广泛临床证明有效的疫苗 也都可以达到一个有九成或以上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是一年三个礼拜都有好消息 希望有继续 除了刚才你说的那个低 即是较高温可以储存之外 他也都说呢 这只药呢 很便宜啊 就大概三十多元一支 一剂 那其他那些 刚才我们提过的那些 要差不多成二百多三百元的 那都其实很税料啦 即是以政府开销来说 这个这个疫苗就应该都是由政府包底的了 即是你不是说那些子宫颈癌 或者是肺炎链球菌 即是肺炎链球菌很多 甚至乎已经有政府补贴了 即是高龄组别 那去到这些这么广泛传染病 已经那个广泛危害程度 令你联想到好似以前的白后麻疹这一种呢 那基本上是一个有正常的国家 那他都会扔大家的公帑的钱来 大家都打的了 即是大家有份要用的东西 那大家一起出钱 这个我是这样看法的 我们在香港我们相对比较富裕 但你想一个问题就是 譬如这些很穷的国家 但你不可以撇开很穷的国家 因为他们那里有市 以现在的交通的情况 他们都一样传出来的 所以那个疫苗本身 他应该有一个很强的经济效益 才可以克服全世界的问题 另外一样的就是 似乎他这个研究小组 不是很多人 这个是整件事最突出的地方 这个我自己没有留意 而台长你看到他怎样少人家 因为他旁边有说 Handful of scientists develop 这个Oxford vaccine at breakneck speed 即是我相信 他牛津这个 他就未必似说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辉瑞和这个莫多娜 那个资源那么厉害 当然他也有和这些大公司挂钩 但是看上去其实他们的研究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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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的而且需要更加多的人去做 未必是实验室的事情 但是在他们的资讯分析那里 我相信我愿意要用多些人多些资源 始终是一个尖端一些的技术 那现在去这个Oxford 甚至乎中国那个科兴的Coronavac 他们是用一个比较传统疫苗的技术 所以那些技巧本身就是一个比较 就是不是一个 就是对于一个实验室的要求 没有那么高 那个跨科合作的要求相对是低一点 那所以就为什么他说可以用人少些都可以 就是这样的解释 那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也提到的了 就是在巴西那里 曾经有大规模的试验中国疫苗 但是因为就有一些意外 就导致那个疫苗就停了一段时间 那现在 那现在 我知道 但是你说回复了 是不是因为那个停滞 所以才令到这个中国疫苗 是比其他的开发的公司 迟了一点点呢 是不是只是因为这个单一事件 我不敢说 其实也是因为 就是中国当时都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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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complain 找不到国家帮他们去试 因为 相对来说 中国大陆 现在那个疫情 最初虽然是早發的 规模也很大 但是到了已经出了疫苗 去到 需要第三期测试的时候 那个广泛传染的群体 已经不是出现在中国那里 就是 你可以在中国那里 但是你要累积到 有足够的感染病例 让你去修炼到一个有意义的数字 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他们最容易就是去尋找其他国家 来容许他们试这种疫苗 那譬如好像巴西这些这样的国家 他肯给中国的疫苗来试 而巴西的国家 现在自己的疫情也都没控制到的时候 你相对比较容易去找到 去达到一个有效的 统计学上的数字 来去结论出你的疫苗有效 还是没有效 那 所以他当初去尋找这些国家去试的时候 遇到 就是需要花多了的时间 但是同一时间 你譬如美国啊 英国啊 他基本上不需要花花心思去找他自己的 大把给你 通街都是 他自己都被控制了 你可以说因和就行 不可以说是一个福 就多了一个方便 那 就是 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来 再重复一次 就是那个科兴那个疫苗 在巴西那里就说 有测试者死了 但是后来发觉 那位死者 他是自杀而死的 就应该跟疫苗本身 任何症作用副作用都无关 所以那个测试恢复了 就是这样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现在这个牛猪疫苗 它是重病又是 轻病又是 就是他都是相当 那你如果看他那个情况呢 他现在就说 政府已经订了成亿 一亿剂了 他接下来 我相信大家是同步的 即不理哪个作产 总之做到的 大家一起去生产这个疫苗了 是的 就算现在各个政府下 order 都是的 你听到台湾那方面的消息 他们已经不理那么多 总之 哪个有疫苗给下来 我和你订货 那现在 因为大家订的都没够 台湾来说 应该就订到 暂时 你台湾二千多万人口 他现在是订到 四百多万支 嗯 当然希望大家就由不同的公司 你不会 就是 你很难预期 除非你是小国家 好像 就是小地区 澳门 香港 新加坡 那些 但是都在说二十万 二百万 即是你 你都是需要周围去招标 哪里可以派到 派到些货给我 总之你证明到有效 我就承认了 就要的了 然后呢 基本上打到下来 你都不理哪个国家 总之不用钱 我就知道是有效 我打给你了 最后 有些人就在想 最后自己打了哪个国家疫苗 其实可能更加大程度 决定于 哪个国家生产得快 比较好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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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便宜 最后都是 好了 疫苗的报道 我们希望下星期 再有新的好消息 我们第二、三节 接下来 会训练 investors 退会 再去 处理 我 我就 能